磐石艦隊累積31名官兵確診 4月24號 25號連兩天都沒再新增個案 但有學者警告確診官兵恐怕還沒查完 台大公衛學院副院長陳秀熙拿數據說話 若軍艦上指標個案是3月23號才感染 推估船上會有70人確診 但另一種情況指標個案一開始就無症狀 代表病毒再生能力低 推估應該有42人確診 台大公衛當時收到數據有30名確診官兵 代表還有12人尚未被驗出 數字都是估計 所有的數字到目前為止都是估計都是模型 所以大家都是不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事實 可是大家都接近事實 那我們只能說 我們是會假設目前社區裡面 還是有人帶病毒 不是完全沒有了 目前所有軍艦官兵都在隔離中 醫師請大家別恐慌 台大公衛報告也說 4月14號到18號官兵下船 雖然進入社區 但可能造成感染人數約4.8人影響不大 至於377名官兵抗體檢驗結果 至少還得再等兩天才會出爐 但陳時中說國內疫情6月可能告一段落 陳時中提到國內疫情趨緩將規劃三階段放寬 尤其是經濟活動包含公司分流管制場所 可能都能夠解禁 但相關詳細內容還有在指揮中心進一步說明 記得連我們要下去台北裁縫報導